《航空的滄滄溜》 新冠日子 旅行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享受 一种行走当中的这种享受 我觉得如果有一句话可以概括这次旅行的话 那么这句话应该就是 精彩分成的第二题 这次出海之后 我可以说是有一番新的礼物 我觉得可能旅行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遇到很多的未知 然后这种未知 其实也是一种精彩 Marena Del Rey 是所有港口里面最大的 而且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港口 它这个港口停了5300条船 那么我听这个船长说 就是说 整个全中国的这些游轮 就是各种美亚船只 包括渔船加在一起 基本上一共才3800多条 那么它一个Marena Del Rey 它的一个港口就5300条 所以它是世界最大的港口 那么它的选择也是最多的 蔚蓝的天 没有雾霾 之后空气也很好 那天我们走的时候 真的是光线 天空啊 天空啊 就是蓝蓝的天空 没有云 每天光线很好 很适合摄影 那天 很帅很云 很酷的一个船长吧 那么一些的女生也是 也是算是一包眼图吧 这个船长 他本身也年轻 但是资历就很丰富 然后呢 本身形象也非常好 有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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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hink it's located beneath the bench seat right here as well as this one and also below deck on the bench seats down below we have one right here that are readily available and I'll go ahead if you don't mind standing up I'm gonna go ahead and show you how to put them on real quick you put it over your head you take this strap you bring it around your back all the way around your back you find the buckle I'm behind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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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我们很近很近的岸边就有海湿啊 那种那种在懒懒散散的那种慵懒的那种状态 很可爱的那样子 我们在船的不远处看到就看到鲸鱼了 大鲸鱼的背好大呀黑之后一看就像一阶火车是在水里晃晃悠悠的 带起很大一片海滩的那种漂浮的 最好玩的可能是钓鱼 因为我从小在海边让个小鱼 因为我从小在海边让个小鱼 然后说可能说钓鱼对我来说是比较感兴趣的一件事情 其实钓鱼来说对我来说像一种赌博 因为你不知道这鱼什么时候会上钩 然后你也不知道说会等多长时间 这个特别需要特别考验耐心的东西 钓鱼肯定是说特别高兴啊 当然是欢喜了 他的牙齿是很尖的 而且前面他咬到过来好像 感觉来都来了从来没有在深海那么跳过一次 来 咱们跳一下吧 激发起来一下这个年少时的这个阳刚之气吧 然后跟这个唐山两个人 我们两个我们开玩笑 我们俩是蒜泥白肉组合 哈哈哈哈 一个蒜泥白肉 再次挑战这个海啊 形象比较可笑 但是希望拍有点好朋友来 来啦 别人跳啊 好重啊 这样子 其实我对于我来说 我当时第一反应是 哎呀 咱们素材废了 我们的素材怎么办 哈哈哈哈 拍开 GoPro没了 啊 卧槽 不是吧 没了 没了 卧槽 好 好 当时我也没有 当时我自己都没有感觉到 起来之后才老外提醒我说 GoPro没了 然后小白又提醒你 GoPro没了 哎呀 我也完蛋了 当时就是一种非常绝望的感觉 到后来小汤 其实是 汤神是帮我去找了一次的 他带着影镜跳下去之后 帮我找了一次 也是很冷的水 根本是什么都看不见 阿姨 开始晕船的时候 非常的难受 然后 呃 不过自己也有预料到 所以也就还好就躺在甲板上 忍着吧 毕竟很难得的一次机会 然后看到了那么多好景色 也是值得的 Marina Del Rey这个港口是很有特点 它的周围有很多好的景点 它旁边Venice Beach 是很多神人算去的地方 很多嬉皮士 很多前卫的艺术家 很多滑板的高手 再往北走一点 就是这个Santa Monica海边 有非常强大的一个商圈 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海港游乐园 你坐摩天轮 在摩天轮上你可以看到 整个乱级的街景和乱级的夜景 这次威拉 季风 我们去很多地方探索不一样的 洛杉矶给观众带来 非常直观的旅行感受 我们希望把我们对旅行的一种理解 传递给大家 还行 总的来说 这次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 我们的团队是一个很完美的磨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